而天兔颱风逼近台东也下起了间歇性的雨势 原本热闹的观光夜市整条街都空荡荡 只剩下零星的店家营业 现场的最近状况我们联系给记者戴军宇 台风天兔海路紧齐发 台东在暴风圈范围内首当其冲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台东的观光夜市 可以看到用餐时间应该是要很多人的情形 但是街上却只有零星民众来用餐 目前是还好 那会担心越晚风雨越大吗 还好 因为这边好像平常是那个夜市 所以你今天的话 是不是感觉到异常的冷心还是怎么样 因为没办法摆摊应该就没什么可能 对啊 这应该是还好今天吧 所以平常这边是非常热闹这样 对啊 正常都很热闹 今天今天的台风影响非常大 没有几乎没有人 今天本来是有夜市 因为台风的关系 所以今天没有人来拍夜市 今天差不多都没人了 那会提早收摊 会 那会担心说可能 越晚风雨越大 越晚风雨越大的话 就会提早休息 今天的摊商呢 以及观光游客呢 是明显的减少 刚才店家呢 也说其实是少了一半以上 就连原本街道应该要有的夜市摊贩呢 也因为台风没有出来摆摊 而目前呢台风天兔暴风圈 已经接触到恒春半岛陆地 预计台东跟屏东接下来的降雨 会越来越明显 气象鼠预估 16号清晨到上午 可能从屏东登陆 并通过台湾 登陆后呢 台风有可能迅速减弱围城 热带性敌气压 那就是以上现场最新情况 把镜头交一个捧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